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厅中一角的椅子上 正悠然品着一壶香茶的一名白袍中年人 一用神识扫过了杭丽的修为之后 立刻面容一惊放下了茶杯 主动的跑了过来 直接他整理了一下衣衫 几步过来冲含里一失礼恭敬地说道 前辈 能到我们天机阁来真是本阁的荣幸 一层自然不会有前辈想要的东西 请前辈随晚辈到三层戏谈如何呀 好 我原本就想找你们这里能做主的人 杭丽目光闪动几下 淡然地说道 然后就在中年人的带领之下 不慌不忙地上楼去了 楼下一层的那七八名买东西的修士 见到这个情形 自然知道杭丽竟是一名原英级别的修士 顿时啊 是一刃的骚动 竟然是一位原英级别的前辈啊 过满你说呀 我可是头一次见到啊 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啊 嘿嘿 看来天机阁要有一笔大生意咯 一连串的惊叹和称奇声接连传出 天机阁的三层啊 并不大 只是布置得典雅别致一些 并且还有两名年轻貌美的女修士 一看到中年人带客人进来了 立刻切了一壶好茶上来 嘿嘿 前辈请尝一下 这是本阁重金收购来的物语灵茶 哎 别有一番滋味的呀 中年人一等韩丽坐下 立刻含笑介绍道 这茶不急着品 还是先看看我想买的几种材料 贵格是不是有卖的 说实话呢 我已经跑过不少家了 都没有收到其中任何一种 对你们天机阁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啊 行里看也没看到灵茶 反而平静地说道 接着那袍袖往着桌子上一扶 一枚绿色的玉碱凭空出现在了桌面上 好好好 这既然前辈如此心急 那晚辈就先看看了 不过既然前辈几家 这个都没有前辈所要的东西 看来这些材料应该都不是一般之物啊 中年人闻言一笑 当即伸手啊 冲预检一招 将他吸到了手中 然后将神石沉浸其中 看了一眼 片刻之后 中年人的脸色就微微发生了变化 行里则面色不惊 这种情形在前边那些商铺掌柜的脸上 他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了 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 谁让他想要寻找的这些材料 无一不是世间难寻的东西 甚至其中有两种材料 普通的修饰就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哦 怪不得呀 这前辈在前边的商铺都是一无所获呢 这些个材料 哎呀 的确不是普通商铺能进到的 除了其中的雷灵石本格还存有一小块之外 其余的本格也是无能为力呀 神石从预检中抽出之后 白袍中年人苦笑着对韩丽说道 哦 这雷灵石你没有 原本已经做好了再次失望准备的韩丽 一听这话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不错 前辈呢 也算来得凑巧 这块雷灵石啊 也是本格刚刚收到的 不过呢 其中有些麻烦 这块珍惜材料也不是本格所有的 而是和本格交好的另一位 原应其前辈存放在本格的 准备啊 用来交换其他的东西 若是一直无法换出的话 就准备放置几天后到拍卖会上拍卖的 中年人犹豫了一下 说出了让韩丽为之一愣的话 交换东西 不知道想交换一些什么呀 我手中的正好也有一些东西可以用来交换的 韩丽摸了摸下巴说道 这位前辈想交换的材料和丹药都在这里了 虽然说论珍惜程度比起前辈刚才收集的也许差了一些 但也都是世间难寻的东西 否则这块雷灵石啊早就被换了出去 这可是炼制雷属性法宝的绝佳材料啊 中年修士对韩丽此言并不感到吃惊 开口提醒过后 就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玉碱递了过来 韩丽将玉碱拿到手里 不知可否的用神识查看了起来 白袍中年人小心的观察着韩丽脸上的表情 想从中呢看出一些什么 但是可惜的是啊 韩丽脸上神色始终不变 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异常来 这让中年人心中不禁有些失望和暗自嘀咕起来 眼前的这位姓韩的元英妻前辈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不但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年轻 要收集的材料还都是如此的稀有 按理说 修为进阶元英妻还能青春永驻的修士固然不少 但大都是女修士而已 男性修士 虽然也有能保持容颜的 但他 似乎也没有这种容貌和打扮的老怪物啊 难道 这真是新俊阶的元英修士 这位白袍中年人呢 虽然感应到 韩丽氏元英妻的境界 但是稍稍具体的对修为判断了一下 就如同一团雾水 无法在韩丽身上看得更清楚了 只知道 似乎比他以前见过的几名元英初期的修士 还要强大一些的样子 这也是他会尽心接待韩丽的主要原因 否则一般的元英修士 以天机阁背后的势力 还真不用他过于讨好 这位道友所需的东西 我的确能提供一两种 不过具体的怎么交换 还需要看过那块雷零石才可以 这零石的品质太差的话 我拿了也没有用啊 过了一会儿之后 韩丽终于将预检中的东西都看了一遍 将预检的随手扔还给了中年人 平静的说道 这个自然 这样吧 前辈 这笔交易事关重大 傅前辈呢 就住在访氏附近 我这就寄出传音符 要两位前辈亲自见面 协商交易的事情 您看如何呀 中年人略意思量之后 满脸是笑的说道 傅前辈 好啊 我也想见见这位傅道友 我需要的是越多越好 看看这位道友身上 是否呢 还有多余的 韩丽略意思量之后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他想来 对方能弄到这种珍惜的材料 说不定手中还有其他的材料 剑上一剑 亲自询问一下也好啊 好 既然如此 那前辈稍等 我这就传信出去 傅前辈片刻就能到的 中年人没有迟疑的一抱拳 走出了三层的大厅 韩丽这个时候才悠然的 拿起了桌前的灵茶 轻敏了一口 觉得是唇香甘甜 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片刻之后 那名中年人就再次早了进来 自然是已经发过传音符了 这个时候 品了两口灵茶的韩丽 打亮了一眼眼前的中年人 忽然开口问道 你们天机阁是不是盛产天机屋啊 我听说贵阁炼制的高阶天机屋 可以将一座洞府炼制成巴掌大小 随身鞋带 并且还可以在上面 直接附带一些厉害的禁制 真有此等事情吗 天机屋正是本阁的特产法器 不过前辈所说的那种天机屋 可是本阁最高等级的天机屋 应该叫做天机府才是 这种天机府索取材料过于稀有 原本呢就没有炼制多少出来 现在除了寥寥几件非麦品之外啊 其余的早已出手一空了 中年人文凭此言一愣 但马上笑着解释 非麦品 为什么 你们天机阁炼制出来不是出售的吗 哈利听了这话感到有几分意外 不瞒前辈啊 剩下的这几件 无一不是天机府中的精品 不论大小及上面府带的禁制 都远不是前面出售的那些可比 所以所以这些天机府是上面专门刻意留下 同样的只能用一些稀有的东西来换的 中年人说到这儿有些尴尬的解释道 哦 看来这天机府也是以物换物啊 这倒有些意思了 不过这倒不妨是的 只要这天机府真的有如此神妙 我倒想唤取一件的 哎 倒有能否先取出几件来 让韩某见识一下啊 哈利嘴角一翘 大感兴趣 几件 全被莫说笑了呀 本格即使是进京的主商号 但也只存有一件而已 而且还是本格的正格之宝 其余的几件呢 则放置在了其他分号中 不过我们本格的这件 可是格中的炼器大宗师 华韵子亲自炼制出来的 论陷在所有天机府中 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光上面附带的进制 就足可以堪比一件高阶的古堡的 而且这在下只是格中一个区区的管事 没有权利动用瓷宝的 这瓷宝呢 是由格中的王长老负责 前辈若真是有心 在下马上可以从密室中 请王长老和前辈商谈此事 这需要交换 也只有王长老才知道啊 中年人精神一阵 连忙说道 眼前的韩利口气不小 若是真能做成这么大一笔生意啊 他在天机阁中的地位 自然会直线上升的呀 这样啊 此时还是等 韩利微微一笑 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变 突然住口了 中年人一愣 有些不明所以啊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从楼下豁然传来一名老者的话语声 瞧瞧吧 真有人能拿出我想换的东西吗 老夫可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候 为了此事 马上中断修炼才赶过来的 这声音虽然有些苍老 但是中气十足 红亮异常 接着一阵灯灯的脚步声 沉重的传来 似乎来人体重不轻的样子 万辈既然将前辈请来 自然真有其事 在下怎敢欺瞒夫前辈的呀 白炮中年人这才知道 自己请的人已经到了 连忙起身恭敬的说道 听口处人影一晃 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人影 默然出现在了那里 韩利两眼一眯 仔细打量起这个人 这是一名身材高大的 灶袍老者 面色枣红 身上灵起惊人 竟然是一名 原英中期的顶阶修士 韩利眉头不经意的一皱 心中的略微有些意外 而这位红脸老者 听了中年展柜的之言 目光也扫向了韩利 发现韩利外表如此年轻 和原英中期的修为之后 脸上同样露出了一丝惊讶 但是随即呢 脸上笑容一展 大步走进厅堂 这位就是赵掌柜所说的韩导友吧 能拿出老夫需要的材料 果然不是一般的原英出奇修士啊 红脸老者呢 倒也不见外 一走到韩利跟前就哈哈一笑 豪爽的说道 哪里哪里 傅道友的修为 才让韩某真正钦佩呢 韩利笑了笑 站起身来拱手说道 傅某这把年纪了 才修炼到如今的修为 还有什么可钦佩的呀 傅某是直性子就直接开口问了 韩导友要换老夫的东西 不知能拿出什么呀 能否先和老夫说上一说呀 一等两人再次落座 红脸老者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一副心急的样子 别的东西没有 但是在下手中啊 恰好还有一株火属性的驰金枝 足有千余年的火候啊 韩利微然一笑 从容的说道 这赤晶芝啊 当然不是他在天南第一交易会上 用七级腰当换回来的 三千年火候的那一株 而是回去借用其他的种子 再精心的另行催生出来的千年灵药 赤晶芝 若真有千年的火候 的确足以换取在下的雷灵石啊 道友能否拿出来让在下看上一看呢 父老者文言大喜啊 当然可以 灵药我随身携带的 只是道友的东西 是否也让韩某见识一下啊 哎呀你看你看 老夫真糊涂了 这自然是应该的 赤晶芝的 将我存放的东西拿出来给韩道友看上一看 老者一浪随即不加思索的 从一旁的中年人吩咐道 是前辈 晚辈 这就亲自去取 白袍中年人口中连忙硬道 然后人就走出了厅堂 韩道友的面孔 有些陌生啊 但修为却已经进阶到了原英中期 不知道韩兄以前一向在何处前修啊 道友一定是苦修之事啊 平常很少和其他同道结交的吧 否则的话 以道友的修为 傅某不可能一点印象没有啊 红脸老者趁这段时间的打量了韩力几眼之后 却不禁好奇的问道 韩力听到对方有套自己话的意思就笑了起来 道友不知道韩某没什么奇怪的 在下一向在海外小岛修炼 很少踏足大进内陆的 早有准备的他不慌不忙的回答 哦 原来韩道友是海外修士 哎呀 傅某真是失敬啊 在下早就听说海外有不少神通广大的通道 修炼法门别具一格和我们内陆修士大不一样啊 这有空父母还真要和道友交流一下修炼心得呀 不过道友跑这么远的路到进京来 看来专程是为了参加拍卖会咯 红连老者心中一愣 随即恍然大悟的说道 大概也只有海外这等漫无边际地方的 原英级修士 才能在大进默默无名吧 老者不觉心中信了大半 接下来呢 这韩力和老者又闲聊了几句 突然这厅堂外啊 再一次传来了脚步声 接着呢有人用清朗的声音含笑说道 父兄来我们田基阁 怎么不通知王某一声啊 韩道友也是贵客 王某更应该亲自出来招待的 随着话音刚落 一名面色微白的银袍修士 走进了厅堂 一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583回